隱私設定 現在的電腦的作業系統 都已經相當具有算是智慧的功能 它會記錄使用者的習慣 或者是把你的習慣 提供給不同的系統 或者是網站使用 這個有利有弊 就好像前一陣子蠻多事件說 某一些大型的搜尋網站啊 或者是哪些 他有做一些監控動作 可是你又離不開這些大型網站 在我們自由軟體裡面 一切都是開放的 open 的 你可以選擇我要的東西 在控制台裡面 有一個叫做隱私 這個是你可以決定你的電腦 我要提供給我的電腦有多少的資訊 我要提供給我電腦多少資訊 那啟動控制台 有好幾個方式講過了 在系統設定值 有兩個地方可以選 在安全與隱私這裡 比方說在安全的時候 需要密碼 什麼時候叫設定密碼 睡覺起來還是幹嘛 檔案應用程式 你要讓他搜尋多少 你看這裡有聊天紀錄 預設是沒有 不提供 不把這個東西 然後你最近使用過的 要記錄哪些 你自己可以決定 搜尋裡面一樣 先要不要含線上搜尋 這裡所謂的線上搜尋 就是他離開本機 你的電腦連上網 寄網路 當你去找一個程式的時候 他本機找不到 他會上網去找 在診斷的時候 你的 你的一些錯誤訊息 或者一些要不要往外面傳送 這些你都可以設定 好設定 所以你要決定自己 在自由軟體上面 算是相當不錯的 他提供了你的安全性的 隱私的一些設定 方便你去做一些 或許你覺得 你很在意的個人隱私問題